索图立刻把姚启胜关进大牢 咱们皇上 臣已何罪集纳 贪赃 不是说石棺九贪吗 索额图为难了 这个姚启胜都混成九品必马温了 哪还有人给他行贿 那就独职 这理由更加就不行了 姚启胜管理下的三里河马场 每年保质保量提供千皮粮马 上个月兵部刚表彰过 康熙有点不耐烦了 那你就随便给他捏个罪名 朕要的是 把他关进大牢三个月 缺一天也不行 但临行前 康熙特别嘱咐索额图 必须好吃好喝供着他 不审不问 不理不睬 三个月内 不允许任何人跟他说一句话 这要把这个能年鸟 憋个半死 杀杀他的傲性 康熙的帝王心术用的真是溜 果然第二天 姚启胜就被关入了大牢 理由是左脚先迈进办公室 所有人都给我听清楚了 任何人不能同姚启胜说一句话 为者搁了舌头 一个人被关在小黑屋里 无事可干 无话可说 每两天姚启胜就受不了了 诶 这位爷 下官进来几天了 十天 二十天 三十天 狱卒哪敢应他的话 割下韭菜 头也不回直接走了 姚启胜见状当即就急了 说 老子犯了什么罪 你说 凭什么无缘无故把我抓进来呀 你说呀 快快提醒老子 让老子死个痛快 姚启胜本来就是个话牢 没力都要变三分 这么长时间不说话 人都快别疯了 见着狱卒就像见到了救命稻草 已然不复出进食的嚣张模样 这位爷 这位爷啊 求求你了 求求你禀包皇上 下官吃醉了 下官罪该万词还不行吧 狱卒自然是不敢跟他说话 撂下韭菜转身就走 又走了 又走了 别老是酒啊 菜啊 求你拿本书来啊 哪怕是九年皇帝也成啊 其实康熙这会儿早把他给忘了 因为他的大阿哥正在福建剿灭师郎 末将萨门参见大雷 萨将军 印氏是来沙场效力的 萨将军不应该再是印氏为皇子 末将参拜大将军 印之虽然嘴上说得漂亮 可急功近利的他 却是一点都不让人省心 一来就开始瞎指挥 还不知道敌情的他 就想着去干师郎 萨将军拗不过只好答应 好吧 三日之后 大军破袭张州 以示大哥 本将亲为先锋 另于坐镇中军 接应本将 大阿哥一听当即就不乐意了 先锋应该由我来当 萨木尔都吓坏了 大阿哥不要闹 要是你死在军中 我九族可就要谢谢我了 但大阿哥立功心浅 提起裤子就要下跪 并认立下生死状 萨木尔又一次拧不过 只好无奈答应 其实他心里很清楚 大哥 大麻烦 虽然是麻烦 但还得好好供着 这不 大阿哥出战就告捷了 一举收复张州 然而萨木尔却早有准备 保证满足大阿哥的虚荣心 好家伙 杀敌千鱼便杀敌五千 福获数百便福获一万 就连大阿哥都有些心虚 但这份好看的捷报 还是送到了康熙手里 映世一战成功 振兴甚为 心满意足的康熙 当即就封大阿哥为郡王 萨木尔为镇南王 明珠就问了 那个当世奇才怎么办 哪个当世奇才 老启胜啊 明珠不提 康熙早把人给忘了 一问之下才得知 姚启胜都已经被关小黑屋 长达六十六天之久 主要是康熙飘了 我儿子如此神用 要他姚启胜做神 直接吩咐明珠 关满他三个月 驱逐了事 让他继续喂马去 可康熙不知道的是 大阿哥能取胜 完全是师郎的计谋 他故意放弃张州 是想引大阿哥到海边 弟兄们 咱们这是天赐良机啊 如果能生起这位皇子 那可是该是起功啊 自我膨胀的大阿哥 不出意外地 钻进了师郎的圈套 被打得娃娃大叫 末将兵败 水师大不折损 请大将军 一律治罪 萨木尔叹息一声 果然只此莫弱妇 你来之前 你爹就说了 只准岸上基敌 不准海上追寇 皇上先进之明啊 萨木尔正思考 该如何给皇上交代呢 万花筒明珠的礼物就到了 萨木尔拆开快递一看 苗懂 这是要牺牲我的名捷 保全大阿哥的声望啊 最臣萨木尔万事禀报 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十日 奴才贪功心切 倾头冒进 不料陷入海贼圈套 这时水师大败 康熙看到萨木尔的 败报龙颜大怒 他一眼便看出 这份败报有问题 萨木尔一向稳重 怎么能够遭到如此大败 全军大败 唯有印试有拥有谋 明珠作为大阿哥的舅舅 自然要替自己的大外甥狡辩 就这个情况吧 肯定是萨木尔轻敌所致 大阿哥可能会有一点点冲动 但萨木尔才是当主帅的 没能制止就是他的不对 放屁 康熙哪儿还不明白这里面的猫腻 但毕竟是自己的好大尔 刚刚才加封他为郡王 总要留点体面 一日 这印试速速反进 萨木尔连降三级 待罪留任 康熙这刚把好大尔的事儿处理完 福州浙江的败报纷纷来袭 这可把康熙气坏了 你们看看 真是福不双至 祸不单行 原来是狮狼的战船 在康熙28年2月夜里 分别侵入福州的马尾港和浙江的舟山 康熙疑惑 怎么都是25日啊 何至于夜之间处处有狮狼 好了 还有什么祸事 统统报上来 如果说被袭击了 康熙还能忍 那么接下去的败报 则直接让康熙破防了 康熙28年2月28日 海贼施郎奔袭江南银车 杀死护银官兵 掠夺东南吴省税银1200万两 康熙勃然大怒 伟东廷呢 他为何不亲自护送 任要将他碎十万段 康熙这边刚发痕 转头就被打脸 魏东廷快马加鞭赶到康熙身边 禀皇上 施郎掠走的银车是空的 里面只有粮草 并无银两 东南吴省全部赋税银两 康熙已经亲自押运底金 当面点焰无误 交付国库了 惊不惊喜 亦不意外 康熙用微笑掩饰尴尬 东廷啊 朕已经接到太子的奏报 这些日子 你可把朕吓了个半死 康熙亲切地扶起魏东廷 为了显示君臣之间一无可合 两人一阵尬聊 魏东廷也趁机献上另一件宝贝 康熙还带了一件玩意儿 想起皇上闪光 只要是你的东西 朕都闪光 快拿来 魏东廷给康熙带来的 是荷兰最新式的战船模型 而且台湾所使用的主力战船 正是此船 这种战船啊 远胜于咱们大清的水师 东廷啊 你可让朕开了眼界了 你的拳 左脱和明珠都叫起 魏东廷还告诉康熙 现在荷兰清仓大甩卖 一搜仅需十八万 就能轻松带回家 一听这玩意儿这么费银子 不想掏钱的康熙 想出了一个薅羊毛的绝佳办法 只见康熙用亲切的目光 看着魏东廷 朕令你三年之内 抽集三千万两响银 魏东廷犹豫了 三千万两可不是小数目 清官可捞不到这么多银子 这不是逼着我坐贪官吗 可毕竟是发小家皇上 魏东廷不情不愿地点头 行 到底行不行 行 剑能白嫖三千万两白银 康熙笑得何不拢嘴 他把匆忙赶来的明珠和索额图 一起带到战船模型旁 这种铁甲船可以扬帆千里 朝发夕之 所以我决定给咱们大清建造一只 这样牛叉的水尸 正所谓无事料开你 有事是兄弟 吃了这么一波败账 康熙不禁想起了奇才摇起圣 摇起圣才活着吗 他活得好好的 老子都快掉这儿了 你是谁啊 来来来 跟爷说说话 爷都快憋死了 康熙一听这话 脸都绿了 看来还得杀杀他的锐气 康熙转身就走 你你你你你别走啊 我我我我我犯了什么罪了 啊 你说话呀 你放个屁也好啊 与此同时 在大草原的这一边 草原部族卡尔卡迎来了灭顶之灾 格尔丹率兵与卡尔卡大汉大战数日 最终卡尔卡大汉不敌格尔丹 临终前告诉女儿 保日龙梅 卡尔卡草原是祖先传下的 绝不能落到卡尔弹的手里 别管我了 从尾巴到北京去找皇上 求皇上派兵 躲过咱们的草原 牛羊 紫兵 复兴不足的希望 卷告你了 经过一番浴血厮杀后 保日龙梅在心腹的帮助下冲出了重围 千里迢迢奔向京城而去 而得知此事后的康熙 却开心地吃着烧烤 开启了又一次骚操作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喜欢的朋友拜托帮忙关注转发 我在这闲行拜谢了